大家好 哇真是厲害 好少排了那麼多櫃在我家 牌子這裡主要是FROMEN 逐隻看一下 價錢就一定是好 基本上 連這隻都是半價 FROMEN 你見到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首先見到兩隻走筒型 一隻是大的 但都是自家機身 一隻是小的 你見到面子也不同 帶的是鋼殼 做一個白色 它這個白色是很白的 我覺得有少少磁面的效果 印一個 跳皮色的數字 黑面就不是 黑面這裡其實是黑色 但是我覺得 因為可能配合少少 玫瑰金殼 而且裡面的玫瑰金我感覺上 好像有少少深啡色 那種效果 它是用自釘的 這個不是自釘 兩隻都是小秒針 都是這個自家肉 這個很漂亮的自家肉 叫做54 兩隻都是兩萬頭 折了也要一萬元左右 一萬元多些 接下來還會有 兩隻好東西 這兩隻原來是一樣的 一個是鏈帶 一個是皮帶 這兩隻是挺便宜的 如果以自家機芯 這是自家機芯 還有一個扭空的設計 幾千元有交易 幾千元下樓 接下來我又看到有兩隻 這兩隻都是用ETA機芯 一隻是白面 這個系列 就是驅樂部系列 是膠面 36尺寸 剛才這兩隻是34 所以如果你把這兩隻拍攝 這隻會大一點 就是ETA會大一點 膠面 但是它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用一個 中置式的指針日曆 以及這個面子 你看到 都是有些紋 有字釘 完全是根據古典 比較少少懷舊的風格 還有凸鏡 你看到膠面當然有少少凸鏡 一些很幼細的指針 這隻就是全鋼鏈帶 這個就是度金的版本 是黃金來的 如果是度金版本 裏面的字釘和針 都是做回全部度金的 接下來這隻其實都是自家機芯 這個 因為是它自己出的 手動的響鬧錶 那就不示範了 這隻尺寸是38 試一下兩隻拍攝大小 38是右手邊那隻響鬧錶 左手邊那隻是36 LeClub俱樂部 接下來再看兩隻 就是這兩隻 兩隻是Montbron 都是不貴的 定價可能有些高 但截完之後其實都挺划算的 因為一般現在很多中價標 都要一萬多兩萬元 如果計算全日曆來計算 這隻還是一個特別版 有一個地方做得挺漂亮的 就是它的月相盤 外面那裏有些很細緻的星星 下面就是月相 你看到造工的位置 尤其是挺細緻的 這隻是一隻女裝 其實應該是跟 這個 我想是一對的 如果這個有轉到白面全鋼 它也是一隻自家的機芯 白面 但是它是做一個手動 這隻機芯其實挺漂亮的 如果這隻有出藍裝 即是再大一點點的肉 我覺得應該是 很有市場的 即是大一點點的藍裝走通型 但是將這隻機芯 配戴它 配戴差不多 乘1.5 做一隻藍裝款 應該是有銷路的